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Costco五大favorite的产品 今天是第三期 我们之前有拍过两期了 那首先进入第一个主题 第一样 这个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一直会买的 Costco的椰子水真的很棒啊 然后呢它有两种 一种是这种 这个好像是十二合一箱 还有一种呢是这种的 它里面一共有六瓶 然后呢每瓶大概是长这个样子 如果说你要问我个人更加喜欢哪一个的话 那我肯定会比较喜欢这个 它的成分很棒啦 我们都熟悉的那种 GMO啊 或者说artificial detectives啊 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杀虫剂啊 之类的它全都没有啦 然后它这个就是倒出来的颜色呢 也会不一样 这个椰子汁它倒出来 其实是有一点非常好看的pink的感觉 这种倒出来呢就是白色的 所以你会看到它们的颜色很不一样 其实口感也很不一样 这个口感就好很多 有点像那个我们以前中国吃的那个椰子糖 它不是会有一股回味吗 这个就有 我之前有在网上查过 它是说这款它其实很好地保留了椰子之所有的营养 包括微量元素甲之类的 但是像这个的话 其实它的这些营养成分保留的就没有那么好 但是呢我还是会买 因为有时候出去旅行的时候 带这个比较方便 像这个这一款的话 它其实是对于你的室温是有要求的 它是需要你冷藏的 有时候夏天给小朋友喝饮料解渴的话 那我就可能更加偏向于给它喝这种椰子汁 好 然后再来说一说其他的 这个 这个已经快要被我吃完了 也真的是 它是 它是杏仁嘛 它是有一些焦糖味道的 我一开始没有想到它会那么好吃 就是那种吃到你停不下来 如果你特别喜欢吃焦糖口味的话 那这款你一定会很喜欢 这个我真的是吃的好快 我很后悔没有多买 但是应该再多多去买一点 这个很棒啦 很好吃 然后呢 再来说一说 这一款 怎么办 零食我们家吃的真的很快 又被我吃完了 怎么办 我都已经没有整片可以给你们看了 就是这种 Blue Corn啦 为什么我要推荐它呢 倒不是说因为它有多好吃 也是因为它的成分很好 因为在美国 吃玉米真的要很小心 所有的玉米你真的真的一定要 去买 organic的 它们转基因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对于其他食物的要求 其实没有那么高 只有两种食物 我的要求会稍微高一点 一个就是玉米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大豆制品 而且呢另外一点就是它的成分 它就是 organic的Blue Corn 然后 organic Expeller Press的 Sunflower Oil and the Sea Salt没有了 那这里我要说一下 它这个Expeller Press的 就是它是通过 压炸的形式 把这个Person Flower Oil 给炸出来 而不是通过一些高温 因为一旦当你通过高温去提煸油的时候 其实有些油的成分 它已经转为不好的了 然后吃下去 对我们身体其实会有负担 但是如果是通过这种 完全的压炸的形式出来的话 它的产量会少 可是这个油就相对的比较健康 因此这一包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是 它的这个后面的用油 我觉得它的用油很棒 就是这个油 它用的真的是让我觉得很放心 这个Alma Milk 像这种呢 它是六合一箱 它可以室温 所以说等到我哪一天即用的时候 然后正好家里又没有Alma Milk 那我就可以去车库里面 或者去除乌龟 可以拿一盒这个上来吃 就完全是家里的备胎 但是这个备胎也很棒啦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 好重啊 它里面一共有18罐啦 这个牌子其实美国人 大家都还蛮常喝的 在Costco 他们以前有买巧克力味道和香草口味的 我都不喜欢 因为它都有很多的添加糖之类的 然后这罐是它原味的 像小朋友他们夏天出去玩的话 就带一罐奶在身上就很方便 而且这个味道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它特别的香 我有查过 它的甜度其实的确会比其他的牛奶要高一点 但是这个不是它添加进去的汤 是它本身的乳汤 但是我可以接受啦 It's ok啦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必买的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你们有好的Costco的好物分享 也请你们给我留言 这样子的话我也可以知道 下次也可以去尝试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